向建制派拿提名是非常非常困難 為什麼呢 他們受到很大的壓力 甚至有些給了提名我的人 都差不多有人想叫他們 吐出來 那真的很艱難 原因是因為要 眾姓拱月 還是因為要提供什麼解釋給他 給了你要拿很大勇氣 才可以 很容易撕開口 那他想怎樣 那我就是想一個人獨贏 似乎現在不論你也好 胡國興也好 和曾祥華也好 都期望可以獲得民主派選委的提名 會不會對你來說 這個真是很高難度呢 還是你說他們也有辦法商量 也有信心 這個可能是我的救生網 因為我已經開始告急了 但是葉太太 你看到你的對手 其實開始出正綱2.0 或者一些新的正綱口號剛齡 他們好像很容易得到一些傳媒關顧 因為他們的說法則宅地有升 例如雷退稅 就告訴你賺200萬的中小企 這200萬就10% 200萬以上才16% 說得出來 然後就扔50億出來 一個就扔50億出來 第二個就在網上說 我一定扔多過50億 這種就是所謂賭勝式的正綱 對 即是我跟你10億再多你10億 即是歎為觀止 這種正綱的對決 你自己又怎樣回召呢 稅務我聽到很多意見 我覺得正途的做法 就要做一個Inland Revenue Review Vincent就明白了 以前殖民地政府 久不久做一個Inland Revenue Review Committee 稅務檢討委員會 找一些稅務專家來看一輪 是否稅機窄 是否要雷進制 利得稅點 有甚麼新稅種 應該全盤做一次 不是說一人做選票 就是鬥闊腦 還是鬥甚麼 我就不想這樣 有一位就根本入閘了 他用甚麼跟人鬥 鬥政綱 他根本不需要說那麼多 他說得多是答應了人 但是被人追訴 胡官對林太會怎樣 曾俊華對林太會怎樣 我真的競爭力強 鬥志強 可能因為我競爭力強 更加有些人想排除我 但是民主派如果想去反操控的時候 他沒有理由想排除你的 拿多一支大炮進去打 當然是好一點 我覺得他們 其實有些專業界別都表示 他們想歪了些甚麼 有些是主觀不喜歡我 因為是過去的種種 你又藍絲帶 又罵過佔中的人 你又做過23條 我對你印象不好 你這樣的建制派 變成最沒有包袱胡官 是吧 有些是這樣 有些是他自己黨的政治包袱 我不可以支持一個建制派的人 不喜歡你 但是其實 你想想這麼多候選人 參選人 我是真正符合民主程序 我真的過去十年 一步一步透過選舉 走回到今天 如果你支持民選 應該支持一個有民選經驗的人 進去競爭 好嗎